再来看的是台湾人在国外发光发热 是一家在纽澳两地属于最大的网络试调公司 正式登陆台湾 您知道吗 他其实执行人是台湾人啊 在一堆人当中 您可能无法第一眼就看出 他的本事有多大 其实郑严利现在已经是澳洲 纽西兰最大网络调查公司的老板 许多大企业都透过这样的民调方式 了解消费者心里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成功 让郑严利成为中华民国 海外华人创业楷模 最近他打算移植在澳洲成功的经验 让台湾的民意有另一种发声管道 我的问卷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问卷 从汽车或是说你坐飞机的经验 或是说你牙膏 使用牙膏或是生活用品 喝咖啡 任何大大小小跟生活有关的事情 都可以在问卷的调查里面 一份问卷 一份酬劳 郑严利说刚进入台湾时 曾经被人质疑过去诈骗集团 现在他希望靠着努力 让大家真正了解网路民调的价值 说不定还能创造出另一种台湾奇迹 三零新闻 李浩盖的登班 台北报道